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夜华力挺领 夜华力挺领 很简单的题目 而你一定会记得 我们先一起同声来读生命纪的第九章一到第七节 我们可以用广东话来读 生命纪的九章一到七节 好 预备 请 当听 要个弹壳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 得着港大坚固 高得顶天的诚入 那文是阿拉族的人又大又高 是你所知道的 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阿拉族人面前站立得住呢 你今日当知道 夜华华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 如同烈火要灭绝他们 将他们制服在你面前 这样你就要照夜华所说的赶出他们 使他们续续灭没 夜华华你的神将这色国民从你面前拈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夜华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 是因我的义 其实夜华华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是因他们的恶 你进去得他们的地 并不是因你的义 也不是因你心里正直 乃是因这色国民的恶 夜华华你的神将他们从你面前赶出去 又因夜华华要兼顾他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以撒雅各 起世所应去的话 你当知道 夜华华你神将这美地赐你为业 并不是你的义 你本是硬着颈寒的白色 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抗野怎样也 夜华华你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日 直到你们来到这地方 你们时尚 薄亦耶和华 好 这段经文我们要来看一下它的背景 在生命纪的第一章 第三节这里说 出埃及的第四十年 他们因为被拟神 所以在旷野绕了四十年 所以在这个光景当中 他们已经四十年了 他们预备要进迦南地 一章六节这里 摩西跟他们说 神跟大家说 你们在这山上的日子够了 第八节 所以你们要进去得这地 是神向着我们的列主 启示应许要赐给他们 和他们后裔为业之地 四十年到了 进去得地为业 这是神的应许 所以神在说什么 这是一场必定赢的战争 为什么他会赢 为什么他可以得着 因为耶和华力挺他们 好 所以我们来看看 耶和华怎么样力挺以色列人 好 我们进入到第一大点 他们能够得产业 全是恩典 我们来看生命纪的九章 一到第三节 神接着摩西跟他们说 以色列啊 你要留心的听 专注的听 你要弯下要来侧耳听 听什么 你今天就要过约旦河 你要进去赶出比你强大的国民 在第三节也说 把他们赶出去 然后你要得着坚固 高德顶天的诚意 这是神对他们的一个命令 以色列啊 听 流心听 弯下腰来专注的听 就是今天 就是今天 进去得 尖大 而且是高到 哇 的诚意 神说就是今天你就要去得着 而且你要把他们赶出去 但是在第二节说什么 那个名是亚纳族人 又高又大 是你所知道的 也曾听见有人指着他们说 谁能在亚纳族人面前 站立得住呢 所以等于他们要得着这个诚意 他们需要先把亚纳族人给打败 亚纳族人是伟人的后裔 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 到底有多难呢 我要来谢谢巴斯尔传道 我跟他说我想要找一下这个图片 他立刻说我帮你找历史文献 好我们来看看有多难好不好 我们来看一下那个照片 先看照片 有很多骷髅的那个 好 现代人 六尺 我们当中你有六尺来举手一下 六尺 就一百八十多公分的 180cm 没有十只手 没有十只手 你猜我有多高 我不告诉你 来我们来看看 高利亚多高 10尺六寸 你在看看旁边这个是人吗 你要知道你现在看觉得好像差不多对不对 那是请你把我缩小到 我只有165公分 大概只有 我猜这里吧 跟他比 然后神跟他说 就是今天 进去 打败你的敌人 如果是你 你会说 好吧去吧 你一定不会 其实神所要他们打的这些的仇敌 神要他们得着的这个城 是他们做不到的 他们根本没有办法靠自己的能力 他们可以得着产业 加南地不是你这样 你就可以得着的产业 其实你是不能的 所以这里神说你去得着 神说我早就知道你得不着 靠你自己 你怎么可能能够打败那个巨人呢 我们来看神怎么样帮他们 第三节 你今日当知道 变化你的神在你前面过去 如同烈火 圣经上说神就是烈火 他就像火一样往前烧 而且神的这个烈火 是在百姓的面前过去 神说我要灭绝他们 把他们制服在你的面前 什么是制服 神像火一样 在百姓的面前过去 但是你以为说 你就可以赢了吗 神怎么帮他们赢 这个地方说制服 就是把他压低啊 不知道什么是压低吗 你不要演 躺在地上 可以好压低 这样啊这样啊这样 然后神就跟以色列说 八卦 你会不会赢 你都赢了 对不对 好了可以起来 谢谢你的帮忙 不好意思 很棒很棒 所以他们怎么可以赢 他怎么可以得着产业 神说我像火一样 过去 然后我把那么巨大的敌人 压低 然后就跟你说 打他 把他赢出去 所以他们怎么能够得产业 完全是神的恩典 靠以色列人是不可能的 但是神说既然我要把产业给你 我就帮助你 我就让仇敌在你面前 你可以歼灭他 你可以把他们从迦南美地赶出去 同样的 你可能会说 是这样吗 真的是这样吗 你知道很多时候 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努力不一定有好结果 我很努力读书 我就一定会有好成绩吗 不一定吧 我很努力很殷勤的工作 我就一定会在我的职场 凡事亨通顺利吗 我非常的努力 我比别人更拼命 我就一定在职场会得着 我上司的赏识吗 不一定 很多时候我们所付出的 跟我们所得着的 其实无法成正比 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以前我也非常的认真 我也非常的努力 但是我的生命 好多年都活在贫穷当中 我的殷勤我的努力 没有办法让我脱离贫穷 我没有办法得着 上帝要给我的基业 但是当神跟我说 我把基业给你 我让你得着属灵的产业 我就看到神的恩典 临到我 他改变我的生命 他赐给我属灵的产业 他让我能够听到神的声音 他让我跟牧师学 意志释放 我可以叫别人的生命 得医治的释放 让别人的生命 可以被改变 这是神的恩典 临到我 今天你们每一个人 看到我 都会跟我说 贴心牧师好 贴心牧师好 我走在路上 有人看到我 天心牧师 可以跟你合照一张吗 我就立刻跟他说 可以 这是恩典 你觉得人对我的尊重 是因为我长得美丽吗 是因为我长得可爱吗 是因为我比众人都温柔吗 不是的 我得着这些的基业 我得着人的欣赏 完全都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的小组能够在611 成为整个教会的大族 是因为我吗 是因为神的恩典 不只是在属灵上 在物质上 也因为神的恩典 临到我 所以我可以得着 神要给我的产业 我刚刚说我很贫穷 但是当我来到611 神的恩典临到我 他赐给我基业 我现在可以开始投资 看不出来勒 虽然我看起来像该喜阿桑 但是我也懂得投资 我开始脱离贫穷 我开始富足 我今天下午发生一件事 我好感动 神给我的基业 不只是金钱 祂给我的基业 包括健康 我的脸上你们看到 长很多的瘤 对不对 镜头远一点 没礼貌 很多的瘤 其实你怎么盖都盖不住 我的头上也长很多的瘤 他长的地方是不会长头发 医生就说你只能长一个 割一个 我这边的瘤 大到一个地步割完以后 我觉得他应该弄到我的神经 所以我这里很多年 没有知觉 你按他他不痛的 他没有感觉的 最近这里有长 这里有长 所以我的头发里面 没有发现 我已经好多年 都是这样子过 因为如果这样 你就看到我好多的瘤 今天我去洗头 我们的一个姊妹 她是美发师 她帮我弄头发的时候 她忽然间跟我说 贴心牧师 你有三颗的瘤在头上 有两颗 缩小了 有一颗 变平了 但是我自己没有发现 接下午她告诉我 我就赶快去摸一下 对哦 真的变平了 她说你自己都没有发现吗 我说我没有注意 我就说 哇 真的神好厉害 得着健康的产业 你以为你每天做仰卧 起座 跳神就一定健康吗 不一定哦 好像有一个人长上腰 每天一百下哦 但是胆固醇超标哦 所以你以为运动就一定健康吗 不是的 不是的 你看我都不运动啊 但是我的斩固醇正常啊 我告诉你 得健康的积业 是靠恩典来的 所以以色列他能够得积业 是因为神的恩典 我可没有说他的名字哦 我们众人这么厚道 怎么在台上讲别人的名字呢 常聚还不举手 所以你发现他们能够得 是因为神的恩典 同样在611也是 611一开始我们是租人家的地方 一个小时给一百块 刚开始以灵对我们很好 给我们一个小仓库的地方做office 那个时候有桌子的只有牧师 见圣还有Samuel 我们的行政同工 那个时候应该连师母 我跟妙妙牧师 我们都没有办公桌的 但是经过这17年 神把许多的产业给我们 全部都是神的恩典 不是因为611有钱 而是611有一群 非常爱主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恩典来的 有一群爱主的弟兄姐妹 这个是恩典来的 他不是必然的 难道你会因为我讲两句话 你就把1000万拿出来 说牧师拿去用吧 但是当我们每一次得着物业 我们得着产业 神就感动很多的弟兄姐妹 把他们的钱拿出来 那个时候有许多许多许多的弟兄姐妹 他们没有钱 但是他们还是把钱掏出来 好像坐在这里许静组长 那个时候还很欠钱 非常欠钱 她没有钱可以给神 但她做什么 她把她藏了很多年的金子 结婚时候的金子 全部拿出来奉献 我这一生父亲只送给我三样东西 金头发蓝眼睛的洋娃娃一个 然后第二个 20岁生的时候 他送给我一条项链 21岁的时候 他送给我一个金戒指 这一生他只送给我这三样东西 但是在我们间店的时候 你知道吗 我看到好多弟兄姐妹把金子放下去 我好感动 我也很舍不得 但是我跟神说 弟兄姐妹这么爱你 我是服侍你的人 难道我不应该更爱你吗 我好舍不得 我就跟我爸说 爸爸我很爱你 我也很爱耶稣 现在教会要间店 我又不能奉献金头发蓝眼睛的洋娃娃 所以我就把你送给我 唯一的项链跟那个戒指 我给你了 从那时候开始 我看到神让611 因着一群弟兄姐妹 同工的尾声跟摆上 他把好多好多好多的产业赐给我们 全都是神的恩典 第二兄姐妹你坐在这里 你要不要给耶稣一个大大的掌声 神怎么样把产业赐给以色列人 神也把产业赐给我们 在我们当中的弟兄姐妹 你可能有一些产业你失去了 也许是你跟人的关系 是你的孩子 是你的健康 是你的经济 但是我都要告诉你 只要你行得好 耶和华挺你 祂的恩典必领到你 祂必使你得回你应得的产业 神怎么样赐福以色列人 神赐福我 赐福教会 神也要这样赐福给你 好 第二个我们再来看 神怎么样力挺以色列人 我们进入到第二大点 圣强敌全是怜悯 我们来看九章四到第七节 神在这个地方跟他们说 你将国民从你面前撵出以后 你心里不可说 耶和华将我领进来得这地 是因我的义 神在告诉以色列人 当你进入迦南地 把仇敌赶出去的时候 你能够胜过他 你千万心里不要说 是因我做得好 是因为我的行为 我的品格 是因为我进前 是因为我爱神 神说不是 他说不是 在第四节后面 他说是因为他们的恶 是因为迦南七族的罪 是因为他们的邪恶 第五节神再说一次 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 也不是因为你心里正直 是因为这些国民的恶 第六节 神再说一次 神把这个美地赐你为业 不是因你的义 所以神在告诉以色列人 你能够胜过迦南七族 你能够胜过你生命当中的仇敌 不是因为你的好行为 不是因为你很良善 不是因为你很棒 不是因为你的生命没有破口 那是因为那地的百姓太邪恶 是因为那地百姓的罪 所以我借着你的手 把他赶出去 第二个神在告诉以色列人 你能够胜过这些的强敌 得着迦南美帝 是因为在第五节那里 第五节的后面 因耶和华要坚定他向你列祖 亚伯拉罕 神说你怎么会胜过你的强敌 是因为我是一个坚定应许的神 我是一个守约的神 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 不是因为你做得很好 不是因为你很棒 不是因为你很善良 不是因为你每天都有读经祷告 不是因为你有带小组 不是 乃是因为我的怜悯 因为我是一个说话算话的神 我既然跟亚伯拉罕 在创世纪十五章那里立约 说我要把迦南地赐给你跟你的后裔 然后神在十五章那里 就讲到这七族的名字 神说是因为我的怜悯 你没有比那地的人更好 他们被赶是因为他们犯罪 不是因为你很棒 所以你能够胜过你的仇敌 是因为我的怜悯 我守约 所以我纪念我跟亚伯拉罕所立的约 我是一个书话算话的神 你们可以背叛 但是我不能背乎我自己 第三个 神怎么样来怜悯他们 我们来看第六节 神说你本是硬着景象的百姓 你就是你是一个非常 你就是一个非常固执的 第七节 他跟他说你当纪念不忘 你在旷野是怎么样的 耶和华你的神发怒 自从你出了埃及地的那一天 直到你们来到这个地方 你们时常背逆耶和华 你们是固执的 是爱在那个地方抱怨的 不顺服的 常常违背神的命令的 然后接下来从第八节到二十九节 摩西举了一个以色列 在历史上两次的悖逆 不听神的话 抗拒 第一个事件是发生在第八节到二十一节 第八节那你说 当然我们经文 你们的那个应该没有 我用讲的就好了 第八节那你说 你们在和列山 又惹耶和华发怒 他们在和列山这个地方 又让神再一次发怒 为什么 因为摩西被神呼召上山 领受十戒两块法板 可是在三脚下 亚伦跟所有的百姓 就自己造了金牛犊 在那里欢喜快乐 在那里拜那只金牛犊 然后说 这个就是领你们出埃及的耶和华 快点拜吧 当他们这样做的时候 神的愤怒就临到 这一次在九章十八节 神要灭绝他们 摩西立刻扶服在神四十天 不吃不喝 为以色列人求情 第二个他们常常悖逆的例子 是在第二十二到二十九节 这里讲到神要他们进迦南地 摩西派了十二个探子 去窥探迦南地 只有加勒跟约束亚 报的是好信息 另外十个伴的 报的是恶信 这一次又是因为摩西四十天 跪在神的面前 神才饶恕他们 否则他们的悖逆 好我请同工报答出来 他在这个地方 有七次神要灭绝他们 第八节 灭绝 第十四节 灭绝 而且还要把他们的名字 从天下涂抹也是灭绝 十九节 要灭绝你们 二十节还是要灭绝 二十五节灭绝 二十六节 仍然说要灭绝这百姓 所以你看见他们的悖逆 带来的结果就是 杀光了 神说我要灭绝你 我都要杀你了 你怎么胜过你生命的强敌 若不是因为我的怜悯 叫做死清光 你已经死清光了 你还怎么灭你的强敌呢 所以弟兄姐妹 很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能够打败 我们生命当中的强敌 我们能够把我们生命当中 把我们家族里面的黑暗全是赶出去 不是因为我们的生命有多么美好 不是因为我们非常敬虔爱主 不是因为我奉献多少钱 不是因为我每天到底读了多少圣经 我传了多少福音 我告诉你 我们的生命都有许多的破口 我们根本不配 也没有能力赶出我们自己 跟我们家族里面的黑暗全是 神在告诉以色列 你怎么能够把他们赶出去 你怎么能够打败你生命当中的强敌 全是因为我的怜悯 如果我少一点怜悯 全部以色列两百万人死光 你怎么可能还把仇敌赶出去 你怎么能够得着迦南美帝呢 那根本就是不可能的 好多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我们真的需要耶稣的怜悯 不是因为我们很棒 不是因为我们很优秀 不是因为好像刚刚经文说的 哇我内里正直 我清洁 都不是 全靠神的怜悯 好像六一 二零零五年巫术之战 那时候师母好可怜 因为她代表六一 所以她一直被巫术打 她常常晚上没办法睡 翻白眼 然后快睡着的时候 就会惊醒 无法去厕所 无法安然躺或睡觉 每一天每一天 我们都要去她家 有一段时间 敬拜赞美祷告 临圣餐 后来我们就一直祷告 一直祷告 说神啊 你救我们 我们没有遇过那么强的 我们不知道怎么打这场仗 但是神的怜悯 领导我们 他拆拜那时候 有一位在国际上有名的讲员 来到我们当中 他来的时候 他就跟我们说 他就偷偷告诉我们 你们教会有一群人 不是基督徒 他们是假装是基督徒 但是来到你们的崇拜 咒诅牧师师母 咒诅同工 咒诅弟兄姐妹 那时候我们会觉得 好夸张 太迷途了 但是他就告诉我们 今天晚上我要讲一篇道 我会给这些人 有悔改的机会 他就告诉我们 说你们不要闭眼睛 然后他就叫我们 睁开眼睛 他说我会给他们 有悔改的机会 他讲完道 他就呼召 我们当中我给你有机会悔改 你不是基督徒 你不是六亿的弟兄姐妹 你是混进来的 你是在这里行巫术的 行法术的 你是来造主这间教会的 如果你愿意悔改 现在你可以举手 我跟妙妙 我们站在最后面 我们就睁开眼睛看 那时我们在北角码头 至少超过三十只手 我就跟妙妙说 我们到底得罪谁啊 这么多人要来咒诅我们 而且是来行法术咒诅我们 你不要笑 上个礼拜的新酒都有 童工很醒目 立刻的导播说 镜头对着他 拍照把它录影 我们说我们要来抓这个人 到底是谁 所以你不要以为 只有那个时候发生 但是那一场仗 神就帮助我们得了胜 你说这么强大的仇敌 我们怎么打 但是应着神的怜悯 帮助我们得了胜 好像2013年的天吐台风 超级强台 我们怎么样可以叫台风走呢 你是说靠着董天心 吼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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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台风就说 哎呀好怕哦好怕哦 是这样吗 不是还是我们 开始来读圣经 把那台风就走了 不是的 是因为神的怜悯 神让这个台风转向 我们没有办法胜过 我们生命当中的仇敌 但是神帮我们打赢 在我的生命当中 在六一刚开始的时候 科安同牧师来到我们当中 那时候人很少 他在城岛为我们每一个人预言 他也为我发预言 他说你 带领很多弟兄姐妹 跳过他生命当中 不能跳过的墙远 可是你无法跳过你家里的墙远 我就哭了 他就说 神要亲自抱着你 跳过你家里的每一个墙远 我知道我没有办法 让我的妈妈脱离赌博 弟弟脱离吸毒 我完全无能为力 但是事后真的证明 妈妈身上的毒瘾 弟弟先上吸毒的灵 是我赶的吗 不是 全是因为神的怜悯 他们得医治 他们得释放 他们的生命在六一被改变 在六一被翻转 我家里的仇敌 我怎么有能力把它打出去 是因为神的怜悯 所以弟兄姐妹 这场属灵的战争 你一定会赢 你一定会赢 不是因为你很好 而是因为神的怜悯 神要帮你打 你生命当中 你无法打的仗 可能是你的个人 可能是你的职场 可能是你的家庭 也可能是你的家族 神说我的怜悯 要临到你的生命当中 因为你是我所爱的 你是我所爱的 好吧 这时候我们一起起立 我们有一首诗歌 来回应我们的神 在我们用诗歌 来回应神的时候 我也想邀请我们当中 有没有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我想我们在敬拜的时候 你有感动 邀请你走到台前 我们要为你来祷告 让你做一个 接受耶稣的祷告 神的恩怜要领导你 你生命中所失去的产业 可能是关系 可能是健康 可能是经济 神的恩怜领导你 要为你夺回来 谢谢神 我们一边敬拜的时候 你们可以继续往前走 如果有的话请往前走 新朋友 邀请你 真诚地邀请你 神的恩怜不但要领导你 神的怜悯要领导你 祂要为你夺回 你原本应该有的产业 祂要打败在你 生命当中的仇敌 可能是惧怕 可能是疾病 可能是隐僻 或者是人际关系的断裂 神说我爱你 我爱你 我爱你 我的恩怜要领导你 我的怜悯要领导你 因为耶和华要挺你 这是一场你一定会得胜的战争 你会是神帮你打的 是神帮你打的 欢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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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次邀请 还有吗 第一次来的新朋友 让神的怜悯 让神的恩典 在今天晚上 领导你的生命当中 神很爱你 不要错失了这个机会 你所失去的 当神的恩典领导你 全部都可以夺回 不是靠你自己的能力 是神帮助你 你无法打败的仇敌 神要帮助你 神的怜悯要领导你 有吗 如果没有我们要为台前这两位姐妹来祷告 我会祝你们跟着Joanne来做一个祷告 我们用广东话来祷告 她说一句你们跟着说一句 其他我们都陪他们 我们一起祈祷 我说一句大家说一句 神爱的天父 我多谢你 我愿意在你面前去承认 我曾经犯罪得罪你 耶稣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我愿意接受你成为我个人的救主 和生命的主宰 求你的补血洗净我所有的罪 圣灵求你充满我 求你的恩典和怜悯 临到我的生命里面 让我可以得胜我生命里面所有的敌人 耶稣我多谢你这样的祷告奉主 耶稣基督的名字 阿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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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祢 阿们 阿们 好,多谢主 我请我们同工带你到旁边 继续帮助你为你祷告 大家请坐 好,感谢神 我为你一章圣经再做一个补充 我请辉辉上来 我请辉辉上来 他是我们DJ组的孩子 他是年轻的 他不是很健康呢 他看得很健康 我们第八章上个礼拜我们讲到 就是在四十年里 以后华神亲自管教他的儿女 我们 preached from chapter 8 last week we talked about in the 40 years in the desert land how God disciplined his own children the Israelites 以后话神好像父亲那样拖住他 the Lord is like the Father who holds on the hands of the Israelites with the pillar of cloud and pillar of fire he left the Israelites 40 years through the wilderness 神跟他一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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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经过很多的艰难 神都与他同在 神都与他同在 神用四十年的时间 来苦练自己的孩子 带领他 让他经过各样的艰难 目的只有一个 要训练他 让他不要忘记神 不要忘记神的话 他要知道这四十年里 有神他就什么都有了 he needs to understand with God everything he can have 在抗野里面 有水饮 in the 40 years in the wilderness he had water 在抗野里面 每个黄昏 有鸩吃 and every evening time in the wilderness there are crows 吃鸩不用去深井 now you don't need to go to some井 for crows 在抗野 去到哪里都可以吃 in the wilderness everywhere you can find meat now you couldn't get it in Hong Kong 何况还在抗野 but in those days in the wilderness moreover after 40 years no need to change the clothes no need to wash it it still looked like new and it was not worn out and moreover as they journeyed all the wilderness the feet were not swollen 神问孩子 可能吗 God asks you it was possible 不可能 大声 不可能 impossible 但是有爸爸在这里 就可能了 but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40年了 你要记住这件事 有我 你就什么都可能 with God all things are possible 有我 你就会得成 with God you can try it 你入到加南地之后 after you enter into the canyon you see this is the river of Jordan 你过了它之后 after you cross over 你不要忘记 不要忘记 我和你这一段的经历 do not forget how we journey through the wilderness together 我要训练你 I want to train your love 让你将来得地 为业之后 so after you possess the land 你日子好了 吃得饱了 有屋住了 你就不要说 是你自己能力 don't say that it's because my own strength 一切都是我给你的 it's all from me 是爸爸给你的 it's given by the father 你要记住 如果你忘记了 if you ever forgot 你就会侍奉那些鬼神 then you will serve the Gentiles you will serve the pagan gods 你的路子会死的了 and in the end it will die 要记住 不要忘记 remember do not forget this is in chapter 8 now in chapter 9 they were still in the east side of Jordan now you are about to cross and God is saying to you Moses was telling the Israelites we are about to cross the river but me I will walk ahead of you you will follow after me I will walk ahead of you and I will destroy all the anarchists the giants and the seven tribes of Canaan I walk ahead of you before your eyes and I walk ahead let's read from the scripture just stand beside you chapter 9 verse 3 but be assured today that the Lord your God is the one who goes across ahead of you like a devouring fire he will destroy them he will subdue them before you and you will drive them out and annihilate quickly and the Lord has promised you at this point I am about to give the land to you but I myself will go ahead and you are behind me I will go like a devouring fire it consists of two words devouring fire it is going to devour everything it is just like a fire it destroys all things and this is how I enter into the Canaan in that place there are anarchists the giants and there is bigger no one can destroy them and nobody can defeat them and they are the seven Canaanites I am the fire I will destroy them totally I will subdue them then you will come after me I am the fire actually I am the fire the devouring fire means I am the righteous judgment these anarchists these anarchists they are wicked they do evil things that is why my judgment will come upon them my fire will devouring them totally just like I promised you before just like I make the covenant with your forefathers I will do this thing however you need to know Moses told the Euronites God is like devouring fire he will cross over he destroyed these people because of their wickedness that means God is like devouring fire to judge the whole Canaanites they are evil so they have to face judgment but you walk behind God and you will subdue you will possess the Lamb God already judged them so you will go and possess the Lamb God is like fire destroy all of them but how about you see Israel lies the children of God don't think that you are good well they are evil but you are more wicked than them you are more wicked than them he showed up first time he showed up first time he showed up they made the golden calf verse 22 how they make the Lord angry at Teberra and Mesha and Kiboroth at least five times they rebelled and number one is make the golden calf and they complained to God at Teberra at Masa they complained about the water at Kiboroth and they complained without meat 加底斯巴尼亚 就是探子 探子 就不愿意上加南地 Kadesh Barnea they the spies when they came back and said we cannot go verse 24 says you have been rebellious against the Lord ever since I have known you the Lord God is a devouring fire he is about the judge and because they are wicked so they will face their judgment but you you are rebellious you are rebellious so you should face judgment God is fire he will destroy them the same he can destroy you but because of Moses I am interceding for you Moses interceded for you for 40 days and 40 nights Moses asked me do not judge you if I destroyed you Moses said all the Gentiles the people in this land will say God has no power to bring them I am powerful but the people will say I have no power they will say that because I hated you so I brought you to the wilderness to kill you so in the wilderness I forgave you because the intercession of Moses my mercy came upon you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the Israelites followed behind God they were not destroyed God is the divine fire he destroyed all things in canon the Israelites followed behind the Israelites were under the protection because of Moses' intersection like the Ezekiel you were in the land of Egypt your door frames was with the blood of the Lamb so as I come to judge the Lamb the intercession of Moses is upon you Moses spent 40 days and 40 nights without food or drink and ask me to forgive you Moses is my servant I heard his prayer so as I destroy the land I judge the land with fire the intercession of Moses is around you so you will not destroy it by my judgment the fire brings death in this scripture in this scripture the fire appears seven times in this chapter the fire of God will destroy all unrighteousness so if you are unrighteous you will be destroyed but with the intercession of Moses the servant of God as I go in to destroy them and judge them after my judgment you will come in and you will possess the Lamb this is what the hope the picture of chapter 9 I'll give a big hand to Isaac how can we apply this truth what I describe is the past that was the historical fact maybe now you understood why God commanded the Israelites to destroy so it's unhuman 其实不是人人道的问题 是公义与罪恶的问题 所有的罪恶都会被消灭 神就是烈火地消灭一切的罪恶 所有的恶人都会被消灭 但是以色列人他们有代求 他们有救赦 所以他们幸免于死 这个是过去 不仅幸免于死并且得地为业 我们将时间推到将来 推到永恶将来 当耶稣基督再回来的时候 新天新地 舊的世界会过去 所有的罪人都会面对审判 新耶路实难会降临 所有旧的世界会过去 全部被灭绝 而是神无人道 不是神无人道 不是神无人道 而是神的公义能道 是永恶的公义 是永恶居在其中 是完全无黑暗和罪业 所有带着罪业的东西都会被消灭 所有带着罪业的东西都会被消灭 就是这样 在将来里面 那是将来里面 而我们这些 是得蒙耶稣基督救熟的人 正如刚才那两个姐妹出来决志 它就继续跟随耶稣 他们就会与神一起 在新耶路撒冷 一起去侍奉神 Together they serve God 永远作王 Forever they reign 这个是因为 他们的罪被射灭了 Because their sins are forgiven 而有罪的会死灭亡 Those continue in sin They will be destroyed They will be judged Those that receive salvation will have eternity To be with Christ 是最宝贵的 And that's the most precious That's what's going to happen In eternity But at the present moment The past, the present And the future What happened in the present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hat happened in the past Will happen today And what's happening in the future Today will be in our own And today in some extent It will come upon us What do I mean? What does that mean? God is like the devoured fire God is going to judge the land With the fire But before the end The last judgment But judgment is here We see so much unjust Unfair Unrighteousness We see that judgment will come The judgment will come And destroy all wicked things The power of darkness Will be cast out But because we are The children of wickedness We are men We have wickedness Inside And we will be facing our judgment And we will be facing our judgment Many problems will show up A lot of curses are on us And we will suffer However However What's the truth in this chapter God is like the devouring fire To judge the land But we need to follow behind God But we need to follow behind God But we need the intercession of Moses 今天我们必须要有教会的代求 Today we need the church To intercede for us 今天我们必须要有 目者同工为大家来祈祷 Today we need the pastors Core workers The servants To intercede for us 我们今天必须有耶稣基督 为我们代求 Today we need Jesus To intercede for us Amen 耶稣是天上为我们代求 Jesus is interceding for all of us In the heaven And the church is interceding for you This intercession is like It's like a light surrounding us Just like the intercession of Moses In those days It surrounds the Israelites As fire comes down All the wicked things Things are destroyed But with the light of intersection That surrounds and covers us And they can survive And walking after God They will receive blessing And eternal blessing And God has destroyed the wicked things And give the land to the Israelites Who have the intersection of Moses So the same today We will experience We will experience Under the salvation of Jesus Under the intercession of Jesus And the church We will be able to Facing the judgment We will be able to Be delivered And possess the land And inheritance We will be able to And possess the land And this is how good Our God is Only the salvation of Christ That His intercession Can save us from the judgment And receive the land As the inheritance Today this truth will apply Amen Amen 弟兄姐妹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神是烈火 God is a devouring fire 神将要审判全地 God is going to come again To judge the land 但是我们在 耶稣基督的救恩的底下 But we are under the blood of Jesus The salvation 基督耶稣在天上 为我们带求 He is interceding for us In the heaven 在地上 我们也需要 教会的保护 And on earth We need the protection from the church 我们也需要 在教会的 牧养的遮盖的底下 And we need to be covered By the pastoral care In the church 我们跟随神 We follow God 神在前面 审判全地 God is ahead of us He is going to judge The whole earth 其实我们自己 也是应该受审判 And we also We deserve judgment 但是我们能够在 耶稣基督的 恩典跟教会的 保护底下 But under the grace of God With the protection of the church 我们就能够进去 得地为业 We can go in and possess the land 弟兄姐妹 我们 我们一起先来 来做祷告 Let's all pray 我们并不比那些 要接受审判的人 We are not better 在我们里面 也都有悲逆 Inside of us There are rebellion 就像我 Just like me I didn't want to listen But I thought I listened I am a self-righteous man 所以我一直是在 不听的当中 So all alone I didn't I didn't listen 我们都在自己的 盲点的里面 We are in our blind spot 我们每一个人都在 神的面前来祷告 And everyone We come before God and pray 我们在神的面前 来认罪 And we confess before God 我们是要靠 神的怜悯 Really by His mercy 我们每一个人 好不好 我们都开口 在神的面前来祷告 Let's all pray for ourselves 特别是将 你的悲逆 Especially We confess our rebellion 你的顽梗 Our stubbornness 在神的面前来认罪 We confess before God 我们大家一起 自己现在就来 开口来祷告 Let's all pray 因为你今日就要 过约旦河的 He is today you are about to cross over 聖礼求你来光照我们 I ask the Holy Spirit to come to shed the light on us 我们并不比别的人好 We are not better than others 我们是顽梗的 We are stiff necked 我们是不听的 We didn't listen 我们是悲逆 We are rebellious 主要孩子 自己也要在你的面前 再一次来 向你来认罪 As the child of God I confess to you 我常常看不见 自己的问题 I didn't see my problems 我一直都以为 我是顺服的 I thought I was obedient 我一直以为 我是谦卑的 I thought I was humble 但是我真的不知道 自己的光景 But I didn't know the true self I thought I did good 所以我不懂得谦卑 So I didn't know how to humble myself I thought I did well 所以我不懂得感恩 So I didn't know how to give thanks 我以为我做得很好 I thought I did so good 所以我不知道认罪 So I didn't know how to confess 主我是悲逆 Lord I am rebellious 主求你的圣灵 继续地来光照我 May your Holy Spirit continue to shed the light on me 主啊你也随听 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 在你面前 有声无声地祷告 May you hear our prayer today 主啊我们都是要 靠你的怜悯啊 Really we depend on your mercy 我们真的是要靠你的怜悯啊 We need your mercy 主啊不要让我们盲目 主啊不要让我们蒙蔽啊 And we won't be blind And we won't be deceived 不要让我们没有感觉啊 So that we don't Who are not numb 是你一直在带领我们啊 You guided us all along 是你一直在陪伴我们 训练我们啊 You were with us all along And it was you who trained us up 叫我们不要忘记你啊 So that we would not forget you 不要让我们不知不觉 我们就觉得 这是我自己做的 So that unknowingly we claim That is our own deeds 主啊帮助我们 Help us Lord 看见我们当中 自己生命的地益 So we see our low points 看见我们自己生命当中 需要你的怜悯 We see that we need your mercy In our life 主啊你帮助我们 圣灵帮助我们 Holy Spirit help us 谢谢主 Thank you Jesus 听我们的祷告 Hear our prayer 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弟兄姐妹 My brothers and sisters 我们也需要教会的保护跟遮盖 We need the church to cover us and protect us 我们需要教会的牧羊 We need the church to disciple us 我在这里要问问大家 Now I want to ask you 如果你没有 If you 在小组的里面 你稳定的去聚会的 Did not go Join the South group Steadily 你需要教会的保护跟遮盖 You need the church to cover you and protect you So that you can cross over the river To possess the land 如果你没有在小组里面 稳定去聚会的 If you did not join the South group Constantly 没有尾声在小组里面 You did not commit into a South group You can举手吗 I want you to raise your hands 可以举手吗 I want you to raise your hands You can举手让我们知道 You需要教会的保护 You need the protection You需要一个牧羊的保护 You need to be cared You need to be cared You这样举手就说 So once you raise your hands That means You就是跟神说 You are telling God 我需要教会的保护跟遮盖 I need the church to cover me and protect me I need to be under the care of this church 否则我怕我会灭亡 You手指高让我们看见 我们要来为你祷告 So just raise your hands So I can see you I will pray for you 好 请你拒之举手 我们一起来祷告 已经在小组里面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继续委身在小组的牧羊的底下 我们一起开口来祷告 我们感谢教会给我们的牧羊 我们要继续委身来跟随 继续来遵从 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 我们也来为你来祷告 我们一起来开口 Let's pray now 主啊 我们谢谢你 那为了刚刚举手的弟兄姐妹 我特别来向你来仰望 So 谢谢你 让他们勇敢的来举起他们的手 We thank God for the courage They raise their hands 就圣灵你来带领他们 May the Holy Spirit come and lead them 让他们看见他们自己生命当中 何等的需要你的保护和侦态 So they see that they need the power They need the protection from you today 他们就愿意来到小组的里面 And they're willing to commit into a cell group 委证在小组的当中 Commit into the care of the cell group 来跟随 来跟随 好让你的保护在他们的身上 So your protection is a problem 他们就能够跟随你 And they will follow you 过他们生命的约旦河 And they will cross over the river 进入到应许之地 去得地为业 To possess the land 主啊 谢谢你 Thank you Lord 再为所有在牧养当中的弟兄姐妹 向你感谢 所以祢继续来恩待我们 Be gracious with us 所以让每一位弟兄姐妹 生命当中 那些高大的亚纳族人 那些高的顶天的诚意 都在他们的面前被制服 So他们都能够得着他们生命当中 祢所给他们的那个高大的诚意 They will possess the land The nations 因为他们在你的里面 Because they are in you 在牧养的当中 In the pastoral care 我跟从你 They will follow you They will follow you Thank you Lord 听我们的祷告 Hear our prayer 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Amen Hallelujah 我们要掌声归给神 Hallelujah 我们今天一起都过于任何了 Today we cross the Jordan River Hallelujah Hallelujah 我们举手来领受祝福 Just lift up your hands To receive the blessing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 In the name of Jesus I ask the Holy Spirit Deposit the truth into your heart 我奉耶稣基督的名宣告 In the name of Jesus The Lord has forgiven All our sins and transgressions To cleanse all our unrighteousness The blood of Jesus cover us I have to be in the name of Jesus I declare As the judgment of God comes The salvation of God Save you Protect you All the things that belong to the wickedness Will come into your possession Just like the Israelites As they enter into the promised land They will receive all the houses And properties As they inherit us Today in the name of Jesus This truth will come upon us And may God be with you In the name of Jesus Amen Hallelujah 多谢主 好 我们请新朋友 跟着我们小蜜蜂 小蜜蜂在那里 其他我们可以散会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